登上公共马车前,卢米安特意花六个里克买了一本《通灵》杂志,让自己看起来像是去摄尔街19号参加《神秘学爱好者》的聚会。 他这是担心自己进入萨瓦党老大家德纳。 马丁的视线后,会被人按理跟踪一段时间,确认究竟有没有问题。 虽然他可以采取一些反跟踪的办法来尝试摆脱,也许会有的钉梢,但这不是更惹人怀疑吗? 相比较而言,一个刚来特利尔因偶然机会踏入超凡途径的乡下小子,渴望更多的神学知识,于是购买了《通灵》等杂志,时不时参加上面刊登各种《神秘学爱好者》聚会是更令信服的故事,从本质上来讲这却是真的。 存在问题的唯一一个地方是,那个《神秘学爱好者》聚会的召集者是K先生,而这位背后有一个隐秘的组织——加德纳。 马丁的人调查到了这一步,就让他们和K先生打一架,看看谁更厉害。 作为克尔杜村的恶作剧大王,卢米安一直都很喜欢看热闹。 到时候,他会根据战斗的结果调整之后的选择,反正大方向不会改变,那就是遵循魔术师女士的吩咐,混入K先生背后那个隐组织。 行驶的马车上,卢米安番看起了手中的《通灵》杂志,这一期主题是密气,和卢米安本能的认知不同。 密气的气代表的不是气约,而是气核,是通过某种方式,让自身的精神与特定的隐秘存在一点点气核,获得对应的精神体验,得到一定的神秘学知识。 《通灵》、杂志在多篇文章的编者案里都强调,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行为,除非能确定密气的对象可信赖,不带恶意,否则不建议尝试,那会带来非常恶劣,非常严重的后果。 包括但不限于罹患精神疾病,被恶灵附身,失去理智,当场死亡,性格一变等。 原来是这样,卢米安瞬间理解了奥罗尔巫术笔记内的某些内容,他原本是从契约的角度来学习那几段,怎么都没法理解,现在换了个思路后,大概明白在讲什么了。 卢米安低头望向手中的《通灵》杂志在信里赞了两句,比我想象的有用,我还以为全是编造片密学爱好者的。 嗯,虽然也有很多常识性的错误,不像是真正进入了超凡世界,且做过很多研究的人写出来的,但对一些概念的解释还是相当有水平,非常贴近正确答案的,有的甚至还能给我点启发。 夸赞之中,他犯起了低估,从K先生就住在《通灵》杂志总部大楼的地底区一看,这几本神秘学杂志的编辑部和投稿作者之中不会真有非凡者存在吧? 他们先写一篇正确的文章出来,再故意把里面的许多概念和常识都改错。 念头一转间,卢米安暗自撕了一声,从这个度看,这期的文章加编者暗组合起来,不是在教授正确密气一事,而是在警告,警告某些胡乱尝试密气的人。 不,不一定是胡乱,更可能是某些心怀恶意人刻意引导已经出了好几起涉及密气的事故。 这一刻,卢米安在看手中的《通灵》杂志,已不再关注具体的单词,他机智感觉上面会是用血淋淋文字写成的警告停止,不要再举行撕和密气一事。 神秘长世界真的充满危险啊,卢米安闭了团眼睛,有种感慨到越是在神秘学领域待得越久,他越能体会到姐姐当初的无奈和挣扎,他和隆那本比正常杂志便宜两个理课的通灵, 将目光投向了马车的窗外。 抵达林大道区摄尔街后,卢米安正常做了一次反跟踪,以展现猎人的本能。 接着,他进入通灵杂志社总部,按三共两短异常的节奏敲响103房间的门,和上次一样,他被领到地下室,见到了K先生。 K先生还是套着戴巨大都帽的黑色长袍,脸庞全部被阴影所遮盖,坐在红色靠背椅上的他, 凝视了卢米安几秒,嗓音低哑地开口道,这次有什么事? K先生,我已经成了你给的任务,成为为了市场区萨瓦党的头目,负责管理威风舞厅和经济旅馆。 卢米安笑着说道,K先生轻轻汗手很好,你做事的风格我也很喜欢,接下来,你需要做的的是获取加德纳。 马丁的信任让他真正地认可你。 这一次,K先生没再提报酬和任务这两个单词,直接了当地下达了命令,似乎已经将卢米安视为自己的下属。 获得老大的信任,卢米安先是一愣,旋即通现出了强烈疑惑和不安。 他记得很清楚,K先生给任务时并未指明让自己加入萨瓦党,而是用任意修饰黑帮。 可现在,后续是被萨瓦党的老大真正认可,如果我当初没选布里尼尔男爵,而是挑了别的黑帮,K先生今天会给出什么样的任务? 或者说他非常笃定我会加入萨瓦党,他凭什么笃定? 一个个念头在卢米安脑海内泛起,让他想起了最近发生一些事情,我刚吸掉那个变态,拿到那瓶迷药,不里尼尔男爵就让我对付独次帮的头目,让那件物品派上了用场,这会不会太巧合了? 类似的事情,另外还有一些,我偶尔会感觉周围的阴影里有人在盯着我,但又没任何发现。 难道这一切都是K先生安排的?如果我没选萨瓦党,经过几次事件后我也会被安排进萨瓦党。 卢米越想越是毛骨悚然,他在看向K先生时失去了那种将对方当成薅羊毛对象心态。 除开魔术师女士等少数几位,这也许是遇到过的最强非凡者,让他不知不觉就遵循着对方的心意做事。 念头电转间卢米安低下脑袋道,是,K先生,他摆出了下属的姿态。 与此同时,他想到了红靴子弗兰卡这位隐秘组织,卷毛沸沸研究会的成员既有背景,又有实力, 却要混在一个黑帮里,给老大当情妇,显然是另有目的,他的目标也是接近加德纳。 骂丁,这位牵扯到了某件很重的事情里,或者涉及某个很关键的秘密。 卢米安尝试着做起猜测,K先生撞死满意地点了点头,我很高,你能认清楚自己的位置,放心我从来不会吝啬奖励,你最近是不是没有去过任何一个教堂祈祷? 他改变了话题,我是一个通缉犯,卢米安记起了魔术师女士的叮嘱,愤恨说道,而且,那些神灵根本不会拯救我们。 K先生低笑道,不是不会,而是不能,他们力量没法覆盖到所有的信徒,为每一个人遭遇的灾难提供帮助,这有很多的原因,但归纳之后,只有一个弱小是原罪,你是否有兴趣了解我信仰的主? 他代表着这个世界的真实,他至高无上,他神恩如海,他创造一切,他毁灭一切,他是力量本身,也是我们自己。 见卢米安一时沉默,K先生没有逼迫,你不需要现在就回答我,这段时间好好想一想,想一想,究竟谁能拯救我们,谁能在这个越来越危险和疯狂的世界给我们提供庇护,等你确定信仰他,你将真正成为我们之中的一员,用不了多久你的实力也会获得很大提升。 我会好考虑的,卢米低沉回答K先生,转而问道,你还有别的事情吗? 以调整好心态的卢米安,本着问一问,又不会损失什么的想法道,在完成任务的过程如中,如果遇到危险,我可以使用您那根手指吗? 该怎么使用? K先生撞似点头扳道,你拿出来就行了,他言外之意是可以使用,要是用掉了它,我之后该怎么面对苏珊娜、马蒂斯的威胁? 卢米安进一步问道,K先生沉默了几秒,用掉那根手指后,你来这里找我,我再给你一根。 你的手指却是消耗品啊,卢米安想了下又道,我把铁锤艾特的非凡特性卖给了加德纳。 马蒂,换到1.8万费尔金,想买一件增加我神秘学手段的封印物,或者能帮我更好伪装的那种,不知道先生您这里有没有? K先生没立刻回答,仿佛在思索合适的选择。 过了一会儿,他对卢米安道,星期六晚上,你到这里来挑选。 卢米露出了笑容,谢谢您,K先生。 背靠组织感觉真的不赖,哪怕现在还只是非正式成员,回到老十人市场区, 卢米安先将K先生的手指放在了金纪旅馆207房间,然后前往微风舞厅, 打算在那里找一个干净的房间召唤魔术师女士信使,将任务的进展汇报给他, 看他是否会提供一些有用的回馈。 比如,K先生是怎么让那些事情以较为巧合的方式发生的。 是的,谢谢您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